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者,我是主播杨柳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来自于作者哲学君 人在低谷时,不要打扰任何人 关注读者新媒体,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人生海海,每个人都在红尘之中翻滚起伏 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 但谁也逃不过斗爪心仪,山河变幻 身居高位时,别忘了来时的路和最初的坚守 处在低谷时,别丧失走出绝境的信心 也不要轻易打扰任何人 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害怕失望 村上春树曾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 不过是害怕失望罢了 人在低谷时,都渴望有人能拉自己一把 可是是难料 再深的情意,终究敌不过人情冷暖 电影《两只老虎》中,范伟饰演的范志刚 一句,我怕还不起 触动了很多人 葛优饰演的张成功,来到老朋友范志刚所开的盲人按摩店 大谈如何投资扩张按摩店 一旁的范志刚笑而不语 提出为两人亲自按摩 通过按摩,认出老朋友的范志刚 最后拒绝了所有的投资 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怕还不起 原来张成功当兵时 总受到炊事班范志刚的庇佑 承诺以后有钱了 就要给范志刚开个饭店 可等到范志刚做手术需要五千元时 明明有钱的张成功却拒绝了他 理由是怕他还不起 雪怕太阳,草怕霜 做人就怕心受伤 已经尝过一次人情冷暖的人 绝不会尝第二次了 人常说求人如吞三尺剑 靠人如上九重天 我们怕自己走不出命运的死胡同 也怕希望一次次落空 人海漂流本就不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何苦用自己的不幸去为难他人 于是我们在低谷时都自觉地选择 不打扰任何人 曾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失去丈夫和孩子的中年女人 平常总是心当引之 对别人的好心向来一概拒绝 每当有人走近他 哪怕只是说上几句家常 或是简单作伴 他都面露难色 很快逃离到自己的世界之中 初读只觉得他紧接心过重 细想过后才明白 别人帮得了你一时 帮不了你一世 如果适应了这突如其来的温暖 又该如何熬过一个人的寒冬 人一旦有了依赖 就变成了幼儿园 等人来接的小朋友 处在低谷之中 最可怕的不是孤独 而是习惯了有人陪伴 最后却不得不切守散场和离席 一个人守着失望 我们都曾为排解孤独 置身于聚会与人潮之中 可当热闹退去的那一刻 却发现内心的孤独感 尽力一个人时 来得还要猛烈 每一个漆黑的夜里 能真正治愈孤独 帮助我们走出低谷的人 永远都只有自己 笑 全世界陪你同声笑 哭 你便独自哭 读《水浒传》时 最难以释怀的人物就是林冲 风光时他是八十万进军教头 每日六街三室游玩吃酒 落魄时沦为阶下囚 发配途中屡遭羞辱 被逼泪流满面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 笑 全世界陪你一起笑 哭 你便独自一人哭 曾经的发想露迁 为了自己的利益 步步为营 将林冲推入更深的灾难之中 而妻子家人也生死未卜 江湖朋友 终究不敌全事 风雪交加的那一夜 他在破庙之中 看透了一切 喝下一壶冷酒 便上了凉山 再也没有回头 在无常的命运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曾卑微如林冲 妥协过 挣扎过 最后 无奈地选择 不打扰任何人 苦 是诗人李商颖一生的主题词 公元八百五十年 半生坎坷的李商颖 在偌大的长安城里 已经找不到一个 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他想到了与自己有二十年 有情的令狐桃 可信写了一封又一封 终究是没有回答 聪明如他 再也没有打扰任何人 自此 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人情四指 张张薄 世事如其 局局心 这世间看戏的 总比唱戏的多 你再大的酸楚 到了别人那里 也只是个故事 有些人治愈不了你的伤 反而会让你 每击一次 痛一次 白颜松从说 一个人的一生中 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 你的内心 已经兵荒马乱 天翻地覆了 可是在别人看来 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 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这种战争 注定单枪匹马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 就是从不依赖任何人的那一刻 开始的 有你 我可以坐拥天下 没你 我的世界 依旧精彩 走出低谷 又是一片天地 郭德纲在一次采访视频中 提及早年经历 动情地引用了苏秦的名言 是我有洛阳二倾田 颠能配六国相应 能读懂这句话的人 必是有过一段 心酸过往 苏秦出身农家 立志出将入校 却遭到众人的嘲笑 第一次出身游说秦王失败后 妻不向任 扫不为吹 父母不语言 他暗自发愤读书 后来游说列国 配六国相应 名震天下 一次路过家乡 他的家人都扶在地下 不敢抬头看他 他感慨万千 说出了那句 是我有洛阳二倾田 也能配六国相应 如果当年家中 有我二倾良田 我现在 怎么可能身兼 六国宰相之职呢 以词语自旷的郭德纲 也是累经一番寒彻骨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三床北京 却总遭同行打压排挤 最穷的时候 没钱租房 就半夜翻墙 为了赚钱 什么都干 他那时最想找一个师傅 名正言顺地说相声 可是没有人要他 大成自我调侃道 我愿意给你当狗 你不要 你怕我咬你 你非把我轰出去 结果 把我逼成了龙 后来德云社 伴得风生水起 他也凭借自己的魅力 在相声界 独树一掷 吃尽苦头 冻穿世事的他 自来将真心话 接相声传达出来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 耍十把钢钩 钩不着青人骨肉 有钱人在深山老林 耍刀枪棍棒 打不散 无意冰棚 大英雄手中枪 翻江倒海 抵挡不住 饥寒穷三个字 一步一步地 苦熬苦噎 终于 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 我们也知道了 彩灯佳话 那一夜 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生活之所以耀眼 就因为既有低谷 也有彩灯佳话 处在低谷时 不要期待 有人搭救你一程 也不要卑微如尘 依附于任何人 不打扰 是最后的体面 路要自己一步不走 苦要自己一口口吃 抽筋扒皮 才能够脱胎换骨 人生路上 低谷会有 但走出之后 又是一片天地 海明威曾说 生活 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到后来 那些受伤的地方 一定会变成我们 最强壮的地方 无论是彩灯佳话 还是百般折磨 都终成往事 唯愿余生无人理睬时 坚定执着 万人追捧时 心如止水 熬过低谷 便是春天 与君共勉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你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